第四个用户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用户关系是指用来描绘公司与特定用户细分群体建立的关系类型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思考 然后来构建我们的用户关系 第一个我们每个用户细分群体希望与我们建立的并且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比如说小米手机它会有一个米粉的论坛 它作为这个产品的用户群体 用户和它的这个产品 以及跟这个公司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主要是以这种论坛的性质来搭建的 还有很多这个互联网产品 它可能就是偶发性的这种关系 比如说去哪网的这种用户 他来订票可能一年就来订一次计票 所以这种关系的还是比较疏远的 和小米论坛的这些米粉们和它的这个产品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哪些关系我们已经建立了 那有些产品可能 尤其是互联网产品 它可能先推出来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关系 其实就像锤子手机 老罗的锤子手机 他在生产和售卖他的手机之前 其实已经通过罗永浩的这个品牌 与他的这个用户群体 已经成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所以这部分 可以去看 哪些关系我们已经建立了 第三个问题 这些关系的成本如何 非常重要 成本如何 产品经理时刻都要去考虑成本和收益 第四个问题 如何把他们与商业模式的其余部分进行整合 这又是一个联系性的 考察产品经理逻辑思维 综合去看待问题的一个能力 如何把他们与商业模式的其余部分进行整合 用户关系 可以看到前面几个其实都是在围绕用户 围绕用户 围绕用户 这非常重要 好 下面第四个 第五个 收入来源 是用来描绘 公司从每个用户群体中获取的现金收入 获取的现金收入 不是指口碑 不是指用户的满意度 这些都是虚的 这些都是虚的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怎么赚钱 商业模式其实归结起来就是 方方面面 最后形成的收入 形成的收入 这个是很核心的一个指标 所以它位置也在九个里面的第五 九个里面的第五 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几个问题 什么样的价值能让用户愿意付费 什么样的价值能让用户愿意付费 上街口我们也说过 互联网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在走免费的路线 至少包装成免费的路线 那它免费的背后 我们的产品 作为产品经理需要去想 什么样的价值能让用户愿意付费 第二个他们现在付费买了什么 一个是产品经理需要去思考的 什么样的价值让用户付费 第二个就是现状 用户现在已经对哪些功能或者是服务 我们的产品付费了 第三个他们是如何支付费用的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是线下购买还是线上购买 尤其是互联网产品 虚拟的形态的产品 我们前面也说了 支付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支付产品 第四个他们更愿意如何支付费用 我们的用户喜欢线上付款还是线下 是走支付宝还是走微信的二维码支付 各种各样的方式 他们更愿意用哪种方式付费 第五个 每个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重点关注的精力和人力 投入在哪个渠道上去更好的去获取我们的收入来源 OK这个是第五个 第六个 核心资源 核心资源在商业模式里是用来描绘 商业模式有效运转所必须的最重要的因素 核心资源 这个是我们产品经理去统筹一个产品 或者统筹一个项目的时候 时刻需要去考虑的 我们的价值主张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资源 就是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我们的目标用户 那这个服务它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资源 是人力吗 是技术吗 这些是我们产品经理需要去考虑的 其实再提炼一下 就是我们的核心资源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 然后第二点 我们的渠道通路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资源 那就刚才说的这个渠道通路 与我们用户接触的时候 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需要什么样的资源 第三个 我们的用户关系是什么样的 他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资源 他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资源 收入来源 他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资源 比如说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个产品 需要去做支付 那如果是要在网上支付 那我们就需要去做网上支付的这部分功能 那我们的核心资源需要什么样的 我们产品经理需要去考虑哪些因素呢 这个是核心资源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 第七点 关键业务 关键业务是用来描绘 为了确保商业模式可行 企业或者公司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 有些抽象吗 关键业务 我们的价值主张需要哪些关键业务 就是我们提供给用户的产品 我们这个产品里的哪些功能 哪些流程 哪些产品形态 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价值主张 能够让我们的目标用户感知到 感受得到我们这样的产品形态 关键业务 我们的渠道通路还需要哪些关键业务 我们的用户关系呢 我们的收入来源 都需要我们实现哪些我们的关键业务 这个其实都已经落地到我们的产品形态这一层了 就是我们的产品需要什么 我们的产品需要满足什么 才能够实现我们的 其他刚才前面提到的价值主张 群岛通路用户关系以及收入来源 这个直接影射在我们产品的设计上 好 第八个重要合作 这个就偏向于外围的一些因素 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有效运转的过程中 他所需要的供应商或者其他的合作伙伴的 网络关系 重要合作 举个刚才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上在前面的课程中讲百度的网盟推广 还记得吗 那个广告形式网盟推广 那个是那个产品的商业模式就非常依赖于重要合作里面的这些其他的供应商 为什么呢 网盟推广的广告形态 广告最终都会落地在第三方的网站上 是非百度自由的产品上的 所以它是一种合作关系 它是一种合作关系 所以说百度的网盟推广这种商业模式非常依赖于这个重要合作的因素 最为产品经理需要去考察 需要去考虑 尤其是做我们这种互联网产品中的那种平台产品 无论是B2B还是B2C 其实它都是有两端的 那所以它一端是承载着目标用户 就是用户细分的那一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要去做这个重要合作 就拿淘宝来说 淘宝来说 淘宝其实是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 一端是消费者 另一端呢 那就是很重要的卖家 卖家其实就是供应商 对吧 所以淘宝其实需要去做两方面的平衡 一方是面向用户 一方是面向卖家 所以从重要合作也引发了四个问题 需要产品经理不断去考虑的 第一个 谁是我们的重要伙伴 谁是我们的重要伙伴 第二个 谁是我们重要的供应商 供应商和伙伴可是不同的关系了 淘宝更多的是供应商 百度网盟推广 它可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第三个 我们正在从伙伴那里 哪里获得哪些核心资源 第四个 合作伙伴都执行了哪些关键业务 其实这个 这两个问题也是和前面的 第六点和第七点有相关的 相关的 需要我们产品经理好好思考一下 第九个 成本结构 成本我们是反复强调的 对我们的互联网产品经理 每一个人来说 成本始终是跨在心头的一个重担 重担 我们需要去时刻的考虑成本 成本是在商业模式化布里是指什么 运营一个商业模式所引发的所有的成本 无论是资金上的 时间上的 人力上的 基础上的 这些都会有成本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我们需要去考虑几个呢 第一个 什么是我们商业模式中最重要的固有成本 固有成本 对互联网产品经理来说 固有成本可能是指什么 福气 域名 我们的研发资源 研发人力 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供货商 这些可能都会有相应的固定成本产出 第二个 哪些核心资源花费最多 核心资源花费最多 因为这部分 可能是个瓶颈 也可能是花钱最多的地方 最厉害的地方 而它 却是我们商业模式承载的根基 所以需要不断的去 在上面投入时间和精力 去做研究 去做改进和优化 第三个 哪些关键业务花费最多 哪些关键业务 花费最多 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产品 我们自己做的某个产品 哪个模块 哪个功能块 它需要的花费最多 有可能是时间 有可能是能力 需要我们产品经历去考虑一下 好 这是九个商业模式画布的概念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商业模式画布 到底长个什么样子